几多几多次聚餐 我与你争吵已过 火花点气太外难 你责怪我不转玩 双方望着但事实也口硬 而怒气似未散 不过学习性命又爱冲淡 情深不调 你千生处斗气也许笑不免 我最后为人改 爱能让我们为爱人奉献 也能让我们用爱做未定 请进来 不好意思,我田村里没有人 我想和大口中说我来了 我们再谈两句就完了 你不介意坐一会儿 不介意,我来了很久 刚才说到哪里 说到我想和一年前的娟干英雄 做一篇专访 追求他这一年来的身体状况 和他娟干之后的生活 我还记得当时他的无私行为 引起社会很大的回响 否则他站出来画娟干 再多几天 那个伤者就回不了了 好像每天轮后器官捐赠 都有一千多人 真的等到脖子都长了 其实是有二千多人才真的 好像上次的伤者是意外受伤 情况迫切,所以可以優先处理 如果是因为病人情况恶化 医院就会评估他性命危险 如果是严重的就可以在名单上推荐 能够插队的位置,他算是幸運了 或者容许我作为一个病人家属 说几句 你们都知道我妈妈的肝有事 要接受肝臟移植的 我们一方面 当然希望他可以快点轮后到 但另一方面 我们当然不想他因为病情恶化 而得到优先处理 想他可以快点 又不想他因为这样而有机会快点 说出来也很矛盾 来到这些生命有关的重要时刻 有时不是我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 多些人肯捐责器官 就可以为我们这个社会 创造出多一些奇迹 对,活人捐赠就不可以捐心和肺 但是围体捐赠就可以一次过救了七个人 所以如果我们也可以在生前 表达捐责器官的愿 就可以有更多的手艺人 这边的专访我会努力去做 让多些人看到可以在言起行 你放心吧,伯母一定可以及时 等到一个适合的捐赠者 放心吧,他一定没事的 不要担心 希望在人间 多谢你们 一盒都是你的成绩表 紀念班的? 4B 真棒,没有红字 但是为什么粗行得C 那年被人记得一个小果 为什么? 出貌了 你也要出貌? 如果那时候你也相信我就好了 我回来跟你说 我只不过是跌了一条刷子 我看过他旁边看他跌到哪里 老师就说我出貌了 你不捱色? 有啊,老师不相信我 我回到你家跟你说你又不相信我 然后去见家长的时候 你就代我向班主任Ms. Chen认错了 我记得Ms. Chen 那时候实牙实耻和我说你出貌 我打算大事化小,免得跟她咬吧 其实我真的相信你 算了,小果都记住了 现在说来也没用了 那些Ms. Chen还因为罚我 所以不让我去参加运动会 但是妈妈的用了 算了,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那倒不是 妈妈很明白,被人误会有感觉的 如果Ms. Chen在 我一定替你找她去土耳公道 Ms. Chen真的还在 不过她认为校长而已 那就行了,走吧 去哪儿?去找Ms. Chen 妈咪,说一下而已,你认真的吗? 作为父母当然要保护孩子了 不可以让你受委屈的嘛 不用多了,我和你一起去找她 请坐 今天我来就是和我女儿讨回公道的 请问这位太太,你怎么称呼呢 我先生姓沈 之前就是你说我女儿考试出猫 还记得她少过 那你女儿叫什么名字?讀哪一班 4B班,岑贝宜 4B班的班主任是何老师 我讀那一年是你做班主任的 Ms. Chen 你就是岑贝宜? 对不起啊 不要紧,其实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不记得也是很正常的 你说贝宜出猫,所以记得她少过 好,成绩表带你了 其实当年就是她跌了个交叉在旁边 她看我旁边看看交叉跌在哪儿 你就说她出猫了 我真的没有出猫了 好,我相信你 你真的相信吗 如果你不是冤屈的 也不会耿耿于怀 记住了这么多年 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 妈妈,Ms. Chen都道歉了 好,我们走了 他罚你不能参加运动会 你跨难跳远,拿金牌的 算了,妈咪,走吧 对不起,我们运动会过了 你考虑考虑玩其他东西保贡 好 你不是不用输了 怎么样,岑太太,玩够了吗 是,够了,没命 最糟糕就是没有奖牌拿 怎会没有呢,今年双半分 好,我洗手吃包板糖 我跟你去,妈咪 不用,洗手间在那边 我每天都送你回学 難道不懂路吗 就这样吧 麻烦你,Ms.不是,陈校长 我认得你叫陈貝仪 你的花名叫冰冰波 头又圓,眼睛又大 是啊 玩了这么久,回去记得提伯母吃月 你誤會了 我妈咪她不是精神有问题的 如果她精神有问题 我也不会让学生跟她玩 其实我妈妈也有脑退化症 我一见到她,我就知道 所以你帮我们留下玩 难得你这么孝顺,Ms.多长你一样 是 二十五年的冤枉 今天终于得到平饭 是啊 今天这么高兴呢 决定今天不煮饭 大食回应祝 好,我打电话给可怡 你去睡吧 你进房子睡一会儿 等可怡回来叫醒你,好吗 不要让我睡那么久 一个多钟好了 知道了 你记得蓋屁,不要冷 我还想打电话给你 还想打电话给你 打电话干嘛 说你也不相信 今天我和妈妈打得挺开心 是吗 还赢了两支波板糖 我们玩二人三卒 妈妈不停扯着我 向前冲,多厉害 二人三卒在哪儿玩 上中山纪念小学 我还叫Ms.Chang 这么厉害? 你别看了,我们要做大食会慶祝 你今晚负责做朱古力噴泉 朱古力噴泉? 我叫你去买水果 不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水果 那我问问她就知道了 她在哪儿? 她刚才说很累,进房子休息一会儿 不过她也是刚刚进房子睡 应该还没睡出的 我去买她 妈妈… 我去买了 姐姐 你现在多点? 四点多了 你看你累得了 回去洗澡一下 你不用摸摸吗? 今天早上摸好 今天妈妈怎么样? 也是这样,还是没有反应 先回家吧,这里交给我 我刚才和妈妈抹了身 还剪了指甲 你今晚晚点替她转身 帮我拥抢手脚 我知道怎么办 不过你呢 记住,回家一定要吃东西 睡够,够闹钟 明天五点半才来接我家 长期作剪,我知道了 医院很冷的 谢谢 谢谢 再见 十小姐,是吗? 是啊,医生,什么事? 关于你妈妈陸彩霞的情况 她的血清胆红素毒素很高 而且她的肝功能也剩下两成 我们会将她申请轮后 捐赠器官的排名放纏 他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这几天我叫姑娘多交一张床 你们两姐妹可以在她身边陪着她 谢谢医生 不用了 妈,我回来了 这么早上学? 是啊,今天老师病了,不用练习 我拿茶碟给你吃 等一下 你看,我测验力满分了 妈,你怎么感觉? 妈妈自己弄傷而已 妈,你醒了? 妈妈,我叫医生来看你 不要,你陪我一会儿 她在香港这么久 都没有限制去看鹹蛋黄 等你痊癌之后,我帮你去看 你把荣耳过来,我现在去看 是吗? 现在? 知道吗? 我现在在想什么? 我在想咸蛋蒸肉饼 是吗? 咸蛋黄 那的 那他这东西 正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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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时觉得好像我一问出口 那件事就会变成事实似的 连我自己也不敢出声 你一个小女孩也可以做些事 但那次他真的打得很傷,我决定了报警 始终都没有去到 因为我下一次心要走 如果当时我可以坚强一点,我可以支持你 我相信你不会选择这条路 一个是我老公,一个是你爸爸 我们一直都幻想希望有一天他会变好 但我走了之后,爸爸对你很好,他真的很疼你 你只知道爸爸疼我,所以你才留下我 我意得带你和海姨一起走 但当时我真的没有两位力 因为我知道爸爸不喜欢海姨 要选择谁留下,谁跟我走 当时实在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 妈妈,对不起 傻瓜 你走了之后,我一直都觉得 你是不要我 当我知道你有另一个家 当我知道你不会再回来的时候 我好像慢慢把爸爸打你那件事 忘记得一干二干 我只觉得我和爸爸都是一样 都是被你抛弃的 对不起,妈妈 我怎么不知道 难道要你曾一个 跟你相依为名的亲人吗 我明白的 我今天终于都发现 原来我在香港是没什么朋友 有需要的时候,一个都够了 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是一个很差的人 发生什么事? 我昨天去验血,今天出了报告 医生说我的血液和我妈妈不稳定 我不可以做捐责 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你一点也不差 如果你为了 我终于都肯捐一块干给我妈妈 如果觉得我个人差的话 你这个赤道也很宽松 不要对自己这么可哭 感情的事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沉淀 我个人认为 凡事是认清认错才是做个决定 才是最诚实的 谢谢你 是 虽然你和你妹妹都不适合做捐责者 但是我们应该有盼望 我相信伯母中有一天 会得到一个适合给她移植的冠状 这么多年来 我为了捍卫我自己的自尊 我把我妈打造成一个 抛夫气馁的臭女人 我今天终于明白 原来她当初做这个决定 是很困难的 我只不过是想为我妈去做些事 我很想帮她 你做好了, 菠儿 Tini让我救我妈 是, 二叔, 什么事? 今天晚上有流星雨 我想要和妹妹去海边 帮师父许院 你喜欢我们吗 我也不相信这些事 我们不相信这些事 我们不希望发生 只能够接受 我们不希望去了解 但是只能够去学习 还有, 你几个不愿意离开的人 但是又不能不放手 世事, 往往事与愿违 所以, 许愿这一回事 只是一些旁忙的人 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 但是人总不能只相信自己 走了四十多年 起起伏伏 转转转转的人生旅程 中途跌过痛过 令我体会到 无论你自以为多么坚强 又或者是真的一个强者 都总会有无助的一刻 在这个时候 有人会选向他们相信的神求助 而我就会选择相信 当坏事坏到最后 好事就会来临 所以, 今晚我选择继续如常生活 因为我相信 美好的事总会出现 只是我们没办法预知 它会以什么形式和什么时间发生 求求你 带回妈妈和妹妹回来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先生, 什么事? 姑娘, 病人去了哪儿? 妈妈, 医生他刚刚说 老婆的两边神作都坏死了 老婆, 现在在轮后冊里等 看看有没有适合的神像可以移植 你叫姐姐去吧 姐姐 姐姐, 爹地, 妈妈怎么办? 她…她还等着人家属份禮物来 应该很快到的了 你要乖, 跟妈妈上学吧 鱼医生 你死你呀 你千万不要放弃 你一定要相信你太太 得到这份禮物才可以的 你…你的医生 不是 我刚刚见识到我的朋友 收到这份禮物 你一定要有盼望 多謝 雙方望著 但事實也口硬 而怒氣似未散 不過學習性路 用愛衝動 情深不減 對此相處鬥氣 也許少不免